大家好,我是小白 又到了我们这一年一度的每周一了 他们每周一是颇让人反感的一天 最好的日子是周五,对吧? 一到周一反正我脑袋就疼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上班了,爱疼不疼吧 这原来我要上班的时候,一到周一烦 真他妈烦,就烦周一,就他妈喜欢周五 今儿啊,今天呢,我打算呢 给大家呢,继续呢,讲一下咱们这个灵异小故事 哎,大家看我这胡子都没刮吧 我觉得硬景很重要,沧桑感,才适合讲故事 好了啊,来,我们大家进入正题 今天讲的这个小故事呢,是一个咱们的粉丝朋友 哎,然后呢,私下呢,联系我说 说白爷,我给您一个真实的小题材 是我小时候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我说太好了,兄弟 我说我就喜欢听这种故事 因为毕竟从,对吧 网络上或者从哪看到的故事 可能也是某某人去上传上去的 就像你一样这种真实故事 但是毕竟不如咱们一对一的这种一手材料 我听的更为真实,对 好,来,我们准备开始 这个朋友呢,他是青岛人 对,他跟我说呢,这件事是发生在他小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呢,他的家呢,是住在青岛 也是桶的楼 就是上次咱们讲的那种老北京的那种桶的楼 当然全国各地都有那种楼 因为那个年代 能住上那个楼,已经算生活条件不错的了 对,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时厂子里的这个工程师 也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身份 比较就是说在厂子里的就是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工程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 才会被单位给分到了这种桶子楼里去居住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楼里啊 就是上下三层啊 旁边的邻居应该都是同事 对,他们这个应该是属于 那会儿不像现在 说什么花钱买房什么的买楼 那会儿基本上好多都是房管锁的房 像这种房子都是属于单位福利 单位有些单位比较好的会分房 而且也得看什么情况 就是你是不是说适合分房 比如说你要结婚了 你有孩子了 对吧 这种会提前优先考虑 或者说你是副厂长啊 你是这个工程师 这种职位高的是一定会分到这种楼房的 所以那会儿在那年 这个楼房是还是相当于 我觉得相当于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象征吧 就是我还是个winner啊 我干的还不错 我在同等人里头我干的还不错 一般像白叶这样的 咋姐姐住个吉布大大院啊 外号胡同串子们 那没招啊 那没招啊 这件事呢 说发生在是 据他回忆是他五六岁的时候 应该是一 有一年的春节前夕吧 对 跟大家了解一下 让大家聊一下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们有一个邻居 有一户邻居 当然这户邻居也是他们 就是他父亲的同事啊 说这孙子啊 一个臭毛病 好什么呀 就好喝酒 哎 就是老北京话说那种酒腻子 说这一天不招酒啊 都不行就跟他们没活似的 爱酒如命 但是有一点啊 我这么跟你说朋友们 喝酒的人啊 有一种人是喝完酒就炸 闹酒炸 对吧 喝完酒就闹事 就要跟人打架 有没有一种人 有 但是呢 闹酒炸的人也分两种 真正刚的那种人 是喝完酒以后 我谁都不怕 对吧 天老大我老二 是吧 爱谁是谁 今儿碰神杀神 碰佛杀佛 知道吗 谁挡我都不灵 什么他妈的 你有你有钱没钱 你呀能打不能打 你是警察不警察 反正只要我喝完酒 你照我就干你 是吧 所以这种人基本上 现在很少见了 为什么 你他妈喝完酒真惹事啊 不是被人给打残了 就是现在就在局子里呢 还没出来呢 惹大事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酒腻的 基本上都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小打小闹 没到那份上 别看喝多了 真一看见碰着他们横主 或者说警察压清醒着呢 知道吧 一种就是什么呀 耗子扛枪窝里横 啥意思呀 只会回家 臭牛逼 跟外子怂着呢 说的这种 就是这么一块料 外头不敢牛逼 喝完酒回家了 哎 可要 撒子就疯了 跟谁撒呀 跟媳妇撒 哎 打自己媳妇 觉得没毛病啊 对吧 因为那年那会儿 你想这个兄弟跟我随时差不多 他五六岁的时候 还没有一个父女儿童保护的这个意识 哎 那会儿都是说我们家媳妇我愿意打 你管不着 哎 都是这种概念 一喝酒喝多了 回家就打他媳妇 一喝酒喝多了 回家就打他媳妇 也也承想啊 说说他这个家里的不能就两口子呀 那会儿也是没有这个条件 呃 跟跟他老太太一块住 说白了就是婆婆 就是他妈 哎 老太太 他有两口子仨人一块住 这老太太吧 也他妈不是个玩意 反正实话实说 你说你儿子喝完酒那草剑 你不知道吗 他两口打架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孙子喝多了找事 你作为当妈的 对吧 你拦一手 对吗 他还能打你是怎么着 他要真打你的那会儿呢 那我估计这事就大了 对吧 怎么着这个 呃 社会舆论也得也得给他 抨击他一下 他也没法过这日子 这场子都是同事 我操你老喝酒 打你妻子打你妈 你这怎么过呀 日子是不是 你怎么 你也得管管 哪怕你说 你儿子喝多了 打儿媳妇说 你拦一手也行 这老太太不是东西 不仅不拦 还不说啊 还帮着这酒鬼儿子 一块打媳妇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一而再 三而三的 常年累月的这么施暴下去 世人都得疯 哎 就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当天啊 据这个朋友说是什么呀 呃 小时候五六岁 记忆也不是太轻了 应该是 腊月二十八或者二十九 就是马上过节了嘛 哎 晚上 桶子楼是什么样啊 我跟大家解释过 三层 一上楼梯 挨着楼梯的是厕所 完了 两边 各五间六间的房 所以想上卫生间 想上厕所 您得出屋 您甭管多冷的天 您得披上您的衣服 您得出来 小孩肯定得家长带着呀 大晚上呢 老头 老爹 带着他 黑黑灯下火 他那会儿也没有那种特亮的灯泡 那种特别暗的那种灯泡 黄黄的那种的 去偷偷了 尿的时候啊 这小孩啊 比大人眼贼 能看见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实话实说 这我真信 哎 说这兄弟啊 就看见说 哎 厕所那小窗户特别小啊 那会儿的小窗特别小 小窗户上有一东西 挂着吊着那 看像什么呀 像是拖把 也不像是那个拖把 就是东布 知道吧 哎 我说俗的就是东布 妈的一根杆 杵着跟你妈人砸毛似的那种的 他一般亮出都是头朝上吧 滴的水呢 哎 就就问他们家老头 说爸说这个 窗户那里什么东西啊 说说说 我看什么呀 这平常没有啊 老头 你看 猴比老冷的 对吧 也不愿意 看这个看哪 他尿完了以后 哎 都故意东布 这除了东布还能什么呀 赶紧走吧 说赶紧回本子 说这好家伙 这三九天的这个 寒冬拉月的 冻的我这只哆嗦 我这尿都快尿不出来了 啪嗦咧 赶紧撤吧 你们俩 你们俩带着 就就赶紧的啊 就直接回屋了 到屋里暖暖暖暖的 多舒服呀 成 哪成想 还真是他妈的有事 第二天醒来 发现 哎呦 门口拒着一巴 一的帮人 怎么了 这楼道里的 警察到了 昨天晚上 死了一人 就在 这层的厕所里头 死了一女 哎呦 这一下 这个 这个 这小子 就这个 他爸 寒毛都起来了 真慎疼啊 那昨天晚上 我儿子看的 还真是他妈的 不是敦步 和昨天晚上 看的是什么呀 就是上吊的那女的 正好 在这个窗户那 几根绳上吊了 脑袋头发乱呀 跟那敦步似的 还真他妈不是敦步 是你死人 你要说现在 要一回想起 大晚上的寒冬拉月 翻九天半夜的 那吊死一人 你这还撒尿呢 也够胆大的 但是他真不知道 要真看见 我估计都不尿了 知道吗 你妈比我上哪尿 我也不进去了 你要现在 这什么事都怕后响 想后响起来 都他妈后怕 你知道吗 哎 一看 死这女的呢 不光上吊 胸前还插把刀 你们说多他妈残忍啊 到最后一鉴定 经过警方的排查呀 侦破呀 一鉴定 还真不是谋杀 是自杀 先插在胸前一把刀 啪 把脚上这凳一蹬 这人就 咱就说这事啊 你说这个自杀 我跟你们说实话 朋友们 需要特别大的勇气 反正我不敢自杀 我要死 我宁可带走一个 我也不能去自杀 对吧 但是我带走他呀呢 我得是迫不得已的 实在活不了了啊 但分能活一步 我都不 我都不会自杀 有毛病了 对不对 你想想这么一个女同志 因为什么事 给逼成这样 而选择自杀 还是如此残忍的手段 双保险 怕自己死不了 扎胸口一刀 再登登 双保险 就说他得受了多大的冤 多大的罪 才能选择自杀 哎 咱就说这 他们家这爷们 跟他这婆婆多 他妈不是东西 哎 你说这事啊 到这 似乎告一段落了 哪成想 这灵异的事件就发生了 似乎平静下来的事啊 三年后的 腊月二十九 还是当天晚上 他所谓的这个婆婆 老太太 上厕所 就这么寸 一步 踩在一块冰上了 还是一块水上了 反正是 一个大跟头 后脑着地 当场死亡 漂亮吗 兄弟们 无毒有偶 又过了三年 他这老爷们啊 就是对他施暴 造成他自杀的 这这这这脊 臭酒鬼子啊 臭酒腻子 也是喝多了 也是半夜 走到了这个厕所 商务所 同样的地儿 同样的倒法 后脑着地 当场死亡 我说实话 我当时听到 他跟我讲这块 我觉得真是 大快人心 这就是老话 说的好什么呀 善恶到头 终有报 不是不报 是他妈时候 未到 漂亮 我只能说这件事 十分漂亮 OK好了啊 大家 今天呢 我给大家呢 分享了一个 咱们自己粉丝朋友的 真实故事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故事呢 不管从逻辑性呢 从各方面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东西 应该是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类似的事情很多呀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个 灵异的小故事呢 我其实呢 给我最深的感触呢 我并不是说害怕什么 因为这个 其实当时那个 你要细想也 他妈挺甚人的 但是我从中理解的东西就是 真的朋友们 我觉得 人活着啊 应该向善 就是 我特别的就是 喜欢那句话呢 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之 不以恶小而为之 就是我们要从点点第一座 且不用什么他妈的世界和平 我去帮着他妈的俄罗斯什么的 我去帮着乌克兰打俄罗斯什么的 这个东西没有用 真的 我作为 一个民生节目起家的主播 我还是希望 我节目的 收听者跟观看者 能够理解白夜的意思 就是我们 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就要给这个世界呢 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做恶 真的实话实说 当然碰见恶人 怎么办 比他还恶 才能干死他 干死他这个行为 以恶之恶 以暴之暴 实际上我们是在 积德行善 我们在帮这个世界 除去一颗毒瘤 这就是我的观点 就像我 几分钟前发的那个小视频 不要作恶 知道吗 你们那么做 啊 这是命令 这是上级领导给的命令 你觉得你在执行命令 你责无旁贷 或者说你呀 心里有什么邪恶的 小想法 反正借着植物之变 孙子你痛快了 对吧 你你你快了手了 你快了嘴了 你觉得你牛逼了 啊 雨过了天晴了 你他妈又觉得你行了 别着急 孙子们 啊 看到了吗 三年摔死一个 三年摔死一个 你就记住了 善恶到头 终有报 知道吗 不是不报 是他妈时候未到 OK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啊 我们下次白夜夜话 灵异事件 我们继续啊 再见 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